近日,网传84岁的歌唱家李双江,痛批刀狼新歌《罗刹海事》是一首垃圾文字,没有任何审美价值和品类,会侵蚀人们的精神世界。 知名律师张启怀,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这则新闻,似乎增加了新闻的真实性。 新闻中还称,《罗刹海事》的下架,或许就与李双江的批评有关。 这犀利又直接的言辞,瞬间引发网友遗评。